Hello 大家好 我是东南 欢迎来到56 今天这期节目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在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好玩的 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它的环境好 教育也好 安全也高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加拿大其实是一个可玩性非常高的国家 有很多人说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加拿大非常的好玩 没有无聊的地方 没有无聊的国家 只有无聊的人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在我心中认为加拿大top ten 也就是前十位的最好玩的兴趣或者是爱好 每一项这个运动呢 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从最简单往最难里说 从刺激指数 还有它的消费指数 一步一步升起来 如果大家喜欢 或者说大家想知道在加拿大有什么好玩的 或者说大家想移民来到加拿大 还怕在加拿大无聊 千万不要错过这期节目 如果你身边有小伙伴说爱加拿大太无聊了 也要把这期节目推荐给他 好不好 OK 第一项我推荐的呢 就是hiking 中文是徒步 在加拿大 尤其是在阿尔伯特 如果你不出去徒步的话 真的是浪费了加拿大非常非常好的这些资源哈 阿尔伯特是美到窒息的一个省份 无论是BANF 还是WATERTON 还是JASPER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世界级的景色 阿尔伯特的湖泊有多美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甚至加壁上还印着阿尔伯特的湖泊 叫Marine Lake 如果你hiking的地方 你可以走碎石 可以走山洞 还可以走冰川 走瀑布 走小溪 走湖泊 走森林等等 一切你觉得可以走的 你都可以去尝试哈 你可以从春天走到冬天 你可以从冬天甚至可以走到雪山 你最开始穿的呢 可能是短袖短裤 然后慢慢的突然你发现已经走到了这个雪山里哈 我最推荐去的就是在这个WATERTON附近有一个要坐船才能去的一个hiking tree 我记得那次我走了是差不多20多公里 一天下来掉了7磅哈 我非常非常的推荐那个地方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只能坐船才能去 如果这个你想回来呢 同样你也只能坐船才回来 但是它每天的船只有一班 也就是说如果你赶不上这个船的话 比如说你的徒步的速度太慢了 比如说下午5点这个船过来接你 你还没有这个回来的话 那你就只能在那过夜了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初级的这个徒步者 我不建议去 大家从简单的才开始徒步 慢慢慢慢的再来这些专业级的徒步哈 从刺激指数来说呢 徒步其实它不算特别的刺激哈 也就是说不算特别的危险 但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美景 你可以欣赏 还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 它的消费其实也不高哈 就买一双徒步的鞋 或者说买一些个背包啊 吃的呀 水啊什么的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大家要去比较偏僻一点的这种徒步的这个小路呢 一定要记着带一些个熊喷啊 或者说安全绳啊 这些个野外自救的东西 如果你想玩的专业一点呢 你还可以买一些冲锋衣啊 冲锋啊 但是总体来说 啊 它的这个刺激指数和消费指数都不高 第二个我最推荐大家做的就是健身了 健身呢 是一项 我个人认为所有男生甚至女生都应该开展起来的运动或者说爱好 在这十项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运动或者说兴趣里 如果大家只能做一项的话 大家一定要做健身 因为健身对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或者说你整个人的自信太重要了 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如果你没有身体的话你就什么都做不了 对不对 如果说大家的时间很有限 没有那么全面的时间来进行健身 那大家可以只做三项 一个就是硬拉 一个就是深蹲 还有一个就是握推 这三项如果大家做了也对身体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如果你说我时间真是太有限了 这三项也不能做 那么就推荐大家做一项 就是深蹲 深蹲对人来说太重要了 尤其是对男生来说 大家记住腿是人的根基 不要看别人有大的公二头肌 或者说有什么six packs就非常羡慕 其实腿是最重要的 高手一般都练腿或者说练背 虎背熊摇虎背熊摇说的就是这样的男生 健身呢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呢就是叫做powerlifter 一种叫bodybuilder powerlifter就是说是举重的选手 我不管身上的肌肉好不好看 我主要看自己举的这个重量大不大 这种就叫powerlifter 还有一种呢叫bodybuilder 这种呢就是说举的重量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身上的肌肉要好看 身上的肌肉要结实 要这个棱角分明 健身有太多的指使科匠了啊 咱们这个可能一天都讲不完 但是有很多的误区 比如说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就是有很多人说 我经常做养我起坐怎么见不到腹肌啊 养我起坐他练不出来腹肌 或者说腹肌他不是练出来的 腹肌最重要的你要减脂 如果你腹上有一大堆的脂肪 你想想你怎么可能露出腹肌来对不对 还有健身最重要的就是三分练七分吃 如果你是bodybuilder 也就是说你非常注重自己的肌肉的话 一定要记住这个控制自己的饮食啊 因为饮食特别特别的重要 你天天去健身 但是总吃垃圾食品相当于没有健身 健身的刺激指数呢不高 因为它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危险啊 可能是有时候你拉重量太大的时候容易闪着腰 大家注意一些就行了 它的消费指数呢也不高 因为不需要买太多的装备 可能需要买一些举重的鞋啊 如果你稍微想专业一点 或者说一些健身的衣服 仅此而已 不瞒大家说哈 我自从健身以后 整个人比原来精身的特别特别多 也这个自信了很多 原来呢 我没健身的时候瘦的跟猴一样 一个男生你想想一百斤左右 几乎没有这个女生打理我 自从我健身以后 不瞒大家说 更没有女生打理我了 OK 这里给大家介绍第三个运动啊 就是wildlife sporting 用中文怎么说呢 就是看野生动物 可能这样翻译不知道对不对啊 这里给大家一个诀窍 如果你想看野生动物 尽量的是黄昏的时候出来 或者说黎明的时候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呢 是野生动物觅食的高峰期 所以也是非常容易见到野生动物的时候 在阿尔伯塔呢 是一个观看野生动物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省份 我不知道其他的省份 但是阿尔伯塔由于离着洛基山近 还有这么多的国家森林公园 所以说基本上我每次去山里都可以见到非常多的野生动物 比如说熊啊 再比如说鹿啊 比如说这个coyote啊等等 这些更是太常见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着观看野生动物的话 阿尔伯塔可能是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 但是大家注意在观看野生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呢 它会charge你 也就是说冲过来冲撞你 不管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 它都有可能会冲撞你 尤其是食肉动物 或者说带着这个幼崽的这些动物 它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攻击你 保护它们的幼崽 如果它们认为它们的幼崽会受到危险的话 绝大多数的动物呢 其实你不需要开到森林里 或者说走到深山里才见到 在路边其实在国家森林公园里就可以见到非常多的这种野生动物 但是大家记住一定不要投喂这种野生动物 因为你投喂其实是犯法的 观看野生动物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刺激的 我这里给它的刺激指数呢是两颗星 其实它的消费呢不应该说没有 如果你说你自己就是光用眼睛看也可以 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想观看的比较有兴趣的话 可以买一些个专业的望眼镜啊 或者说一些个专门看野生动物的那叫 Sport Scope呀等等等等 这些可能轻则几百块重则就是上千块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再想这个专业一点把它拍下来 那就要买一些个专业的相机啊 长焦的镜头啊等等的 其实这个就更少钱了 第四种呢我认为非常好玩的就是划船 划船主要分为三种哈 一种是Know一种是Kajak 还有这种就是充气的那种Rafting 充气的其实是最入门的 你可以在城市里玩 比如说在卡卡加里你可以在公河 啊来进行这个漂流 充气船其实是最简单的哈 不需要划就靠着水流带着你走就行了 你在这个船上自己睡大觉 或者说是听音乐啊都可以欣赏美景 但是如果你想稍微玩的专业一点 或者说稍微玩的刺激一点 你可以去划Know或者说Kajak 最经典的线路 比如说拿育空来举例的话 就是从育空的首府白马市 一直划到育空的淘金小镇 Dawson City 这个Know呢如果你不是专业性的话 一般要划两个周左右 所以说你要带上足够的食物足够的水 我还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熊喷的话 就带上熊喷 如果你要在加拿大进行划船 尤其是我刚才所说的 从育空这种稍微冷一点的地方进行划船 一定要经过专业性的信念 大家要记住在划船的过程中 或者说在Know和Kajak的过程中 死去的人或者说出危险的人 他不是因为淹死的 所有的人几乎都会游泳在加拿大 是因为他是被冻死的 尤其是在加拿大 所有的水呢几乎都是冰川溶水 它的水的温度常年在一二度左右 即使是夏天也是一二度 所以说你刚一掉进水里以后 那个Cold Shock一吸进你以后 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失去意识 所以说即使你会游泳 你也游不到岸边的 因为你全身都已经被冻僵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经过非常专业的训练 再去从事这种Know或者Kajak的这种 长距离的这种滑行 当然你说在国家公园的湖里 周围全是人这种滑应该没什么问题 即使你翻了船也会有人救你 对吧 我是说的在这种人不在日 在野外的时候 你翻了船完全没有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经过系统训练 怎么进行野外自救 怎么样快速的爬上船或者说爬上岸 对不对 我记得我接受训练的时候 我在夏天7月份还穿着防水衣 就是说水其实是挨不到我皮肤 整个身体都是干的 掉在这种冰水里 或者说掉在这种河水里 可能是半分钟左右不到 我整个就抖的不行了 立刻我的教员就把我拽上来了 所以他们也是让我们这些学员 来体验一下这个Cold Shock究竟有多厉害 这种英文叫hypothermia究竟有多么的凶猛 其实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人就会 失去意识就会死去 Cnu比较适合两个人来划 Caya可能比较适合一个人来划 但是他们难度或者说娱乐性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要比冲气船 我个人认为是要娱乐性高一点 划船Cnu和Caya是比较刺激的 尤其是你自己去划 可以达到两颗半星这样一个刺激程度 但是它的消费指数可能没有那么高 比如说买一些船 或者说你可能需要带一些食物 水等等等等 没有特别的这个烧简 OK我们现在越来越刺激了 第五项我觉得最好玩的一项运动 或者说爱好就是越野了 加拿大呢是越野的天堂 Alberta和玉空呢是越野的天堂上的明珠 因为这两个地方呢人太少了 越野你就要去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啊 如果人多城市里 你是没有办法越野的对不对 比如说Alberta最著名的44号公路附近啊 或者说周边就是越野人非常愿意去的地方 越野主要是有两种车比较受欢迎啊 一种就是毋庸置疑木马人 另一种就是ATV ATV呢是这个英文的缩写 全称是这个全地形的这样一种啊 越野车啊或者说全地形的这种车 也有很多人这个玩越野摩托哈 但是越野摩托因为是两个轮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危险 还是四个轮的我认为是稍微安全一点 木马人这就不用多介绍了 我觉得大家都这个熟悉哈 我自己是有一样辆Sahara 但是非常专业的玩越野的 他们都是从这个Rubicon 也就是说中文叫Rubicon 这种车型来进行全地形的越野啊 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棚敞掉 然后开着这个敞篷的这种越野车去越野 非常非常的拉风非常非常的爽啊 但是木马人的这个一个缺点就是噪音特别大啊 有一次我记着我新买的木马人带着我妈去这个 买菜还是干什么 我妈说你能不能把窗户关上这个噪音太大了 我说窗户已经关上了 所以你可见他这个噪音多大哈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木马人特别的费油 俗成油老虎 所以说大家买之前一定要斟酌斟酌 越野的这个刺激指数呢 是非常的刺激啊 也是非常的好玩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越野 可以去沙滩里 可以去这个山上啊等等等等 whatever 它的刺激指数可以达到三颗星 但是如果说消费指数呢 其实也不低 最起码你要有一辆越野车吧 对不对 要不然你怎么越野 即使你买二手的也要上万加币我觉得 所以说它的消费指数也可以达到三颗星 OK 第六项我最喜欢的运动 或者说爱好呢 就是说traveling 也就是说旅行 试问谁不喜欢旅行 对不对 谁不喜欢去看看新的地方 认识新的人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在你的旅行过程中 你可以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了解他们的生活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旅行很多的时候呢 会开阔你的事业 打开你人生全新的一面啊 你可以昨天的时候呢 还在墨西哥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Dewana和当地的小朋友踢球 今天呢你就可以来到北冰洋 零下二十几度 如果你够勇敢 你还可以在北冰洋游泳 这就是旅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或者说吸引人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世界任何的地方 我比较推荐的旅行地 比如说自驾可以去育空 这一路真的是美爆了 你可以走阿拉斯加高速 我记得在Weston Lake的时候呢 留下自己的专属的这样一个牌子 因为这个地方呢 全世界各地的人 都在这留自己的名字呀 留自己的故乡啊 你还可以去泡育空白马的温泉 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外面 你在这个温泉里哈 非常的惬意 你还可以去 Males Canyon一览壮观的景色 如果运气好呢 当然你还会碰上非常非常美丽的极光 你可以对着极光许一个愿望 比如说零下五十六的粉丝 很快的就会突破一百万 如果你够勇敢 你还可以从这个白马继续往北自驾 到这个淘金一九零零年时候 鼎盛的小镇Dowson City 如果你够胆量呢 可以尝试真人脚趾炮的这种鸡尾酒 如果你真的这个喝了真人脚趾炮的这个鸡尾酒以后呢 当地的这个老酒馆的馆长 还会发给你一个勇敢者证书 这个脚趾去说是当地人这个太冷了 冻掉的一个脚趾头 然后捐献给这个酒馆 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 非常的有特色哈 如果你还不进行的话 你还可以继续向北一路开车到北极圈的小镇 记得在穿越北极圈的时候 一定要在这个标志的时候 看一看 呃一定要留念一下哈 体验一下急昼 我记得我进北极圈的时候呢 兴奋的出来拍照 在两三点的时候 看见这个太阳 它完全不落下的 是贴着这个天边走的 呃 完全没有黑夜的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非常的震惊哈 如果你还想更有意思的话 那就一路再向北 去这个北冰洋边上的小镇 Took Toyak Tok 体验一下当地人 或者说体验一下英纽特人 他们这种原始的生活 他们这种狩猎的生活 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还有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从呃 美国的San Diego 然后徒步到墨西哥的这个城市地花呢 你会发现就一道墙 它隔开了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哈 可以说一个是非常现代发达的这个国家 一个是稍微落后一点 一看就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哈 但是不管在哪里 呃 我都能看见人们两上洋溢的笑容 所以说 你生活的国家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思想 如果你不想出省的话 比如说你是阿尔伯格塔省的人 你还可以去这个Drum Heller 呃 恐龙小镇玩一玩 去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教堂 来进行一下忏悔 因为我每个人都是罪人嘛 对不对 如果你人在这个国内 比如说人在大陆 如果还暂时来不了加拿大呢 你也可以去我们内蒙古的大草原看一看 跟当地的牧羊人 呃谈一谈人生 在健身的时候 还有在旅行的时候呢 听着音乐 我觉得是人生巅峰的两种方式哈 尤其是听许悲的音乐 旅行的刺激指数相对来说比较高 可以达到三颗半星 对我自己来说 但是它的消费指数也不低 因为你要全世界各地的跑 即使你要穷游的话 你也要有一定的这个金钱储备 或者说有一些人我知道是 呃边打工边玩也是可以的 OK我们来到第七项很好玩的运动 或者说兴趣还好就是滑雪 滑雪在加拿大来说 如果你不滑雪 就相当于你去这个北京 没有去天安门 或者说你去了这个纽约 没有去自由女神像一样哈 加拿大是一个滑雪的天堂 如果你在加拿大不滑雪的话 真的是太遗憾太遗憾太遗憾了 比如说还是拿卡尔加里来举例的话 如果你是初学者呢 你可以去这个COP就在市中心 或者说去这个稍微近一点的拿卡尔加 如果你稍微会了一点滑雪 当然我们阿尔伯特有非常著名的 这些个世界级的滑雪场 比如说三山还有这个雷克路易斯 都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哈 滑雪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Ski一种是Snowboard Ski呢用中文来说叫双板 Snowboard用中文来说呢是单板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单板哈 我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个华裔 他代表着中国参加运动会 他是滑双板的 可能双板在中国比较流行 但是一般来说稍微有个性一点 或者说年轻人都是滑单板的 单板比较凸显这个运动 或者说比较有趣味性 因为他跳起来呀或者说旋转呀什么的 非常的这个有意思 如果你有这个Skiboard 也就是说滑板或者说冲浪的这个基础 你其实学单板呢 相对来说上手比较容易 因为这几个运动呢都是踩在一块板上 这个利用重心来控制 滑雪健身和自驾游 如果你在进行这三项兴趣和爱好的时候 听着许规的音乐 我觉得你非常容易达到人生的巅峰 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 滑雪相对来说比较刺激 可以达到三星半 但是滑雪呢也是相对来说 稍微危险一点的运动 我身边摔得轻微脑震荡的人 可以来说我知道就有很多啊 包括这个非常出名的这个车王舒马赫呀 他也是摔成了植物人 所以说大家滑雪的时候 尤其是你是初学者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自己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见到很多人滑雪的时候不带头盔啊 为了美啊或者怎样的 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你看那些滑雪高手 他们都是带头盔的 所以说一定要带头盔 滑雪的消费指数也不低啊 滑雪这个一块雪板 轻而易举的就可以上千块加币 当然你也可以从租赁开始 或者说去这个一些二手网站上 买一些几十块钱的板子 但是他们可能和上千块钱的板子滑起来 就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啊 当然你如果你滑一次两次 为了体验一下租一下 也不是说不可以 除了雪板 像我刚才所说的 你一定要需要一个头盔 你还需要雪裤 需要手套 需要雪镜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买下来 消费也不便宜 OK我们来到第八项 比较爷们儿一些的运动啊 就是玩枪 试问哪个男人不爱玩枪呢 对不对 男人就应该耍枪弄棒 枪是我留在加拿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玩枪 在其他的国家可能 一个是进枪啊 或者说没有那么自由 玩起枪来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考了这个枪牌啊 但是因为我是左撇的呢 可以买的这个枪的型号呢 就比较少 我比较喜欢散弹枪和这个猎枪 这两个我玩的是最多的哈 散弹枪你可以打一打飞盘啊 猎枪你可以打一打把啊什么的 当然我也喜欢狙击枪啊 但是因为狙击枪太贵了 我还在攒钱的过程中 如果我有了钱就会买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叫Timber Wolf 这个也是在这个全世界排名非常高的 也是有这个猎杀的一些记录的啊 射击其实是一个非常放松的过程哈 尤其是在洛基山里射击是一个极其享受的过程 你可以在射击的时候思考思考人生啊 听一听音乐啊 欣赏欣赏美景啊 或者说放一放空啊 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但是记住去山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哈 因为山里的天气变化太快了 可能你去的时候是这个晴空万里 然后突然就下起雪来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就是非常热 结果我穿着暖裤突然下起了雪也没有办法了 还有一次我记得去射击的时候 去的时候也是很暖和 结果突然就冷了起来刮起了大风哈 我在路边捡了一件这个破破烂烂的衣服穿上了 结果后来回到家以后这个皮肤痒了一个星期啊 所以说大家还是带好衣物 打枪如果你遵守这个规矩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新手趣啊 或者说有一些个不遵守规矩的人 会产生一些危险啊 但是如果大家打枪的话 记住的一点就是枪口永远不要对着人 不管你这个枪口里有没有子弹 永远永远不要对着人 这是安全的第一条 打枪的消费也不低哈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如果你想买一个比较好的举气枪的话 一般都要上万加币 一颗子弹可能就几块钱加币哈 你打一会就非常的烧钱 如果你想这个举气镜好一点呢 一个好的举气镜也是非常容易的 就几千加币就出去了 所以说打枪其实是一个消费指数 还蛮高的这样一项运动 如果你想体验更好的一点的话呢 你还要买一些望远镜啊 或者说测距镜啊 甚至一些个啊 spot scope啊等等等等 来看这个比较远的那个把哈 甚至在几公里之外 所以说这些个镜子都是非常非常烧钱的 OK我们现在说第九个兴趣爱好或者说运动哈 一点一点的我们就进入越来越刺激 消费越来越高的这个运动 第九个是一个完全爷们的运动就是打猎了 如果说大家不喜欢打猎 或者说不喜欢看到动物被杀死的话 我建议大家直接跳到第十条 在加拿大打猎是完全合法的 只要你有猎症 只要你有枪症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观众朋友们 肯定有一些比较心软的 或者说看不得这些动物被杀死的镜头 直接跳到第十条去我的视频描述期里点第十条 好不好 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然后我就开始讲了 OK该跳到第十条已经跳到第十条了哈 现在我就开始给大家说一说打猎 打猎除了你要有枪症之外 你还要有猎症 也就是说你要有猎症才能合法的打猎 不论你打什么都需要各种的permit 比如说你打鸟需要鸟症 打这个鹿需要鹿症 打这个熊需要熊症 这是毋庸置疑的 有的症需要你去联邦买 有的症可能你在这个省里买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症千万不要去打 这个无症打猎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有可能是坐牢的 打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打了就走 你不能光过瘾对不对 如果你打的是狮草动物 比如说鹿你要把他的这个肉带回家 如果你打的是一些食肉动物 或者说这个凶猛的猛兽 你要把他的皮带回家 这是法律所规定的 一定不要违反法律 所以说你还要有一定的解剖知识 对不对 如果这个你不会解剖知识 你打了猎以后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给他进行剥皮 剥皮也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不然他皮就会被割坏了对不对 比如说骨头关节的地方 他不是硬砍 而是这个有技巧的去下刀 也是需要一定的学习 或者说培训你才能知道怎么做 打猎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有耐心 你有时候可能去了一个星期 还没有见到猎物 这回你马上就要失去信心了 没准下一秒这个熊就蹦出来了 有很多人比如说打熊的时候 他们喜欢这个投地诱饵 我不喜欢这样 在那坐着等着熊来 我喜欢专门走到完全未知的这样一些环境去找熊 这种对我来说是比较刺激的一种打猎方式 打猎除了有耐心之外 可能你还要睡在车里 或者说带一些食物 带一些水自己去煮吃的什么的 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一些 如果大家没有耐心 或者说不愿意做这种比较辛苦的运动 可能这项运动不太适合你 但是对我来说打猎的时候我可以思考人生 我可以想一想今年的计划是什么等等 其实真正的打猎不是抠动扳机的那一刻 就是在等待猎物的那一刻 真正抠动扳机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刺激了 你就去收拾了 就去剥皮什么的 其实挺无聊的 打猎是非常非常刺激的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达到四星半 将近满分的这样一个刺激指数 如果说打猎比较刺激的话 那solo hunting也就是说自己去打猎 就是非常非常刺激了 但是还不是最刺激的 最刺激的就是predator solo hunting 也就是说自己去打猎 但是打的是一些食肉动物 或者说打的是一些猛兽 这是非常刺激非常危险的 如果屏幕前有喜欢打猎的 或者说想要从事打猎的 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打猎 你一定要受过非常非常多的训练 比如说野外生存训练 野外急救训练 野外撤退训练等等等等 再跟很多的这个老猎人 打了很多次猎 才能够去独自的去独猎 才能够独自的去打熊 打大型的这个山猫 等等这些动物 我也不是一下子就独自去打猎的 我也是去了很多次才自己去的 但是我确实是比较喜欢独自去打猎 因为像熊这种大熊的动物 如果你在打猎的时候紧张了 一个不小心没有打准 没有打中它的心脏的话 它如果扑过来的话 你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你直接可以去见上帝了 我向你根本听真的 所以说十分十分的危险 大家没有经验的话 再次强调不要自己去打猎 不要自己去打猎 不要自己去打猎 因为人在熊面前尤其是没有武器的时候 那实在是太渺小了 还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我记得有一次我独自去打猎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在的是无人区 完全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一个人 一直有人哭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把车窗咬下来 突然开了一枪 然后那哭声就没有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 发现我车轱辘底下压着一个十字架 我是一个不迷信的人 但是我觉得那天确实挺诡异的 打猎的消费指数可以达到四颗星 因为前面我们说的那几个爱好 几乎所有的装备他都需要 比如说你需要越野车 你需要枪 你需要这些个光学仪器 比如说望远镜 或者说测距镜等等等等这些 你全都需要 所以说打猎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消费比较高的 但还不是最高的 我们下一个要说一个消费指数最高的一项运动 OK我们最后来说一说这个消费指数五颗星 刺激指数也是五颗星的一项运动 就是开直升飞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开直升飞机是一项非常刺激 消费也是非常高的这一项运动 如果你这个来卡尔加里学开直升飞机的话 非常容易的就一小时八百加币这样一个学费 一般来说一个智力正常的这样一个成年人 至少要学一百小时才能拿到这个执照 我这里所说的是商业执照 当然这个理论上来说你也可以学四五十个小时 来拿一些私人的执照 但是我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至少要学一百个小时以上 因为直升飞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 我在这个学习直升飞机的过程中 我的这个教员或者说我的这个教官就曾经三次差点被我杀死 有一次我记得这个我们在开直升飞机的过程中 我不小心这个把油门给关了 然后引擎瞬间就关闭了 然后我的这个教官 匡就把这个collective我们在直升飞机里叫collective 是控制这个直升飞机上升和下降的 一下子就这个给它按到了最底 因为按到最底以后这个螺旋桨还能转哈 如果不瞬间把它按下去的话 这个螺旋桨一旦不转了以后直升飞机会像一个石头一样 瞬间从空中掉下来 所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在我们的这个这个教案当中 我们给的时间是1.5秒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油门关闭了 或者说引擎突然间这个关闭了 如果你不把collective在1.5秒钟之内降到最低的话 你几乎又可以去跟上帝say hello了 然后我记得当时发生了以后 我们教官的这个冷汗立刻就下来了 回到这个教室以后 他就跟校长说他说我不想教东南了 东南已经不只是第一次想杀死我 他已经好几次想杀死我 我其实是一个怎么说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因为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不一样 固定翼飞机因为有翅膀 即使是你的这个引擎关闭了以后 或者引擎不小心这个失灵了以后 它还能滑翔因为它有翅膀 但是直升飞机你想它是螺旋桨 引擎不转的时候呢 它的螺旋桨如果你操作不对的话 它就会慢慢慢慢的 就是这个转速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然后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掉下来 所以说直升飞机比这个固定翼飞机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在你不会操作的情况下 如果你会操作理论上来说 你永远都不会有危险 还有一个直升飞机比较危险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有直升飞机的一个绰号叫chopper chop呢在这英文中是砍的意思 当它这个主螺旋桨和它的尾翼转起来以后啊 每分钟转几百转 所以说如果你接近它的时候呢 会瞬间把人的这个头颅啊 或者身体给整个切开啊 不论是它的主翼 还是它的这个尾翼的这个螺旋桨 都非常非常的危险 如果大家去这个YouTube上搜 有太多的人被这个尤其是尾翼给给砍死了 这个视频太多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啊 所以说你看每一个直升飞机 几乎都在这个靠近尾翼的时候 写着非常大的英文Danger 然后中文写着危险啊 让你远离这个尾翼 直升飞机的这个消费指数就不用多说了 它是非常非常的贵的啊 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R44这种这个直升飞机 也也要至少要50万加币以上 才能买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这样一个机型啊 当然也有一些便宜的比如说单座的呀 或者说安全性能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这几乎没有人买啊 因为这个人的安全肯定还是第一位的嘛 如果这里又刚来我们频道的人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既不是富二代也不是有钱人啊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为什么我能学这种飞机呢 就是因为我每攒一笔钱我就去学一次 每攒一笔钱我就去学一次 但是我推荐大家如果你想真真正正好好学的话 就攒够了钱再去学 因为这个你去一段时间又不学了 去一段时间又不学了 其实是你浪费了很多钱 因为你每次新去的时候你要自己renew一下 或者说自己再重新熟悉一下 其实是长期来说的话 你要费的钱要比一次性学要多得多 我记得我在学生上飞机的时候 我们同期的学员都快毕业的时候 一起讨论要买什么机型啊 这个有的人说东南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买这个 A-Star我们可以一起买 然后去厂里它有免费的rating 我们可以一起去什么的 我一看A-Star200万美元 笑了笑没有说话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学员他拿了证以后 要去买Super Puma 2200万美元起步 我当时我记得我问他为什么你要买这样一个飞机 我觉得这个太大了 其实不是很适用 他就说just for fun 我当时就觉得ok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一些感触 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公平 可能有的人开着某池某马这些个汽车的时候 如果看见大街上有人开比如说丰田这种普通的平民车 鼻孔立刻就翘起来 就觉得你看我多厉害 我比你牛到哪里去 当我们知道别人买2200万美元的飞机just for fun 只是为了玩的话 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大了 对不对 不出去看一看 不跳出井来的话 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说到这里我就说两句现在心里想的话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停止攀比 因为攀比没有意义 尤其是跟身边的这些同阶层的人攀比更没有意义 你如果你想攀比 你跟那些个 对吧 完全另一个level的人去进行攀比 这样你才有前进的动力嘛 对不对 你赚5万块钱 他赚5万5 这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ok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我们从天亮说到太阳已经下山了 现在都稍微有点凉了 在加拿大呢 其实即使你是平民呢 你也可以开展这些运动 因为每一个平民都有可能追逐自己的梦想 加拿大就是这样一个公平的社会 只要你努力 其实呢 这些个爱好呀 或者说这些个运动离你都不远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十项运动 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或者说告诉我们华人同胞 让他们也去开展这些运动 不会觉得加拿大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其实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那样 没有无聊的地方 只有无聊的人 我希望咱们华人同胞都行动起来 然后去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去拓展一下自己的爱好 广泛的接纳这些新的事物 不要让自己的想象力限制了自己的行动力 也不要让自己的这个 说白了就是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 其实钱是可以赚回来的 但是如果这项技能你没有学到 比如说开自身飞机 你永远都不会 对不对 你可能比如说花了2万块钱买一包 我觉得你不如花2万块钱去学自身飞机 因为买一个包就售给别人看嘛 对不对 2万块钱学了自身飞机 那你永远都会开自身飞机 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欢迎给我留言 还是那句话 我是东南 爱你们 下期见 直升飞机的消费值 直升飞机的次数 直升飞机的刺激指数 直升飞机的安全 直升飞机的这个